新任華航董事長何暖軒 到桃園機場 彎腰賠不適 旅客 地勤都要顧到 何暖軒還掛著臨時鎮 用柔軟的身段 上任五小時解決罷工問題 我來之前 我知道我來了 但我看這個發展 我滿憂心的 雖然我是昨天上任 但是我將你一個禮拜 沒辦法說你 會看盡所有的資料 火速解除罷工危機 文暖軒被形容快刀斬亂麻 但這把刀背後 有人幫他磨得鋒利 我們會跟各位一起來度過 不會讓他們 也不會讓你們感到孤單 出訪專機上 蔡英文特別給華航機組人員打氣 少數沒有參加罷工的空服員 這麼快就能享受成果 重點還是大老闆蔡英文相挺 行政院長林權強勢執行 換人談條件 全都加速辦理 處理的過程中間 當然我們也覺得 有些地方是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拔掉不配合的華航高層 林權自己宣布新人選 讓人見識效率 解決罷工問題 當然是董事長的責任 所以新任董事長 當然需要去做 服員強勢表態 授權何暖軒負責管轄 華航關股的交通部 大家長賀成蛋 只留下罷工當晚夜訪淘機的身影 在首次罷工歷史的紀錄上 幾乎失去角色扮演 記得董宥俊 張雷浩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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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